导演张李早就预料到这个问题一部戏,如果真的让家庭妇女、老太太们都追着看,爱不释手,那就不是我要拍的东西了。 大明王朝不是不好,收视率低是因为城市斗争,让普通百姓搞不明白,不是每个人都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敏感,也不是人人都小生安世事,还是善恶本明的稀采来轻松。 他试用用虚构的剧情,写出,我明朝中夜后的社会矛盾和官场腐败,并且影射,一,改道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,你们要么自己改,要么卖给别人改,死一千个人,一万个人,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,将近晚年,财政之谨,亏恐严重。 朝廷急需开拳截流,时任内阁首府严松蹦出来,踢出这个改道卫桑的法子。 至面上看,改道卫桑不仅提高了朝廷收入,前边就办成了坏事,为了快速推行改道卫桑。 当地官员不但派人骑着战马剑他扬牛,竟然还毁地烟田,借天灾娘人祸,加竞争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缓解财政危机,通过收银子来满足自己的思惧,严党则不顾百姓死活。 他们改道卫桑,以为收银子,而也是为了取决君父,遭到迫害的农民怨犯荡,今年新娘已经下去了,要改桑只能等明年。 你现在就让我改,不改就毁地烟田,现在改桑,到时候没凉食吃,饿死了找谁去,难道去吃桑叶吗? 二,谁干得多,谁受的委屈就越大,严实反正,话由奸臣严实反说出来,感觉有点违和,但是也算倒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。 干得多了自然容易出错,什么也不干,自然就不会有过错,任其发展就会出现经济学上讲的劣比虚逐良比,但是做官位民办实事才是正道,否则不如回家卖红薯。 这是郑密昌这家巡佛,银开末公坦寿审时说的,他认为朝野上下,如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衣冠禽兽,都如他这般难道女昌,其实大明朝还是有不少贤臣名将的,比如奇迹光和胡宗宪,三,圣人的书是用来读的,用来办是百无遗用,胡宗宪这话是这支总督,胡宗宪,对杭州之父高汉文说的,高汉文就是一个书生。 自以为宝学师书便可干一番事业,做官处事动案书本身叫得来,结果被陷害愚弄,还得替人飞锅,胡宗宪不忍,便给他纸条生路,才有此话。